小鸟和鸡谱 三十六 鸡谱与纸条 我的小鸟邮票再也找不到了 小鸟哭着说 鸡谱很内疚 我要给小鸟写一张纸条 它想 鸡谱爬回它的洞 鸡谱爬回它的洞 它找到了一支笔和一张纸 亲爱的小鸟 它写道 你的小鸟邮票丢了 我觉得很遗憾 你的朋友 鸡谱 鸡谱把纸条放进信封里 现在我只需要一张邮票 它说道 这张看起来不错 鸡谱把邮票贴在信封上 它把信封放进信箱里 第二天 小鸟收到了纸条 它很开心地读着 耶 小鸟大声说道 谢谢你 鸡谱 收到我的纸条了吗 鸡谱问道 是的 小鸟说道 我找到我的小鸟邮票了 在哪里找到的 鸡谱问道 小鸟笑了 你把它贴在信封上了 傻瓜 小鸟